超可爱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美 今天是12月份开箱分享的下半期 口红部分已经单独做过分享了 然后这期是剩下一些彩妆护肤 还有些年后的准备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记得往下看吧 BBIA的八色盘9号和10号 BBIA它的产品我用得挺多 但是它家的这个眼影盘 我还真的是第一次用 10号这一盘它整体配色 其实是有点粉橘粉棕 肉眼可见的感觉就是很暖 但是我选它也是因为它这个配色 像最近这一年半年了 我就低跑和度的配色选太多了 就是想试一下这种稍微明艳一点的 画出来的效果也确实有点容易 在显肿的边缘试探你知道吧 但是它的显肿就对于我来说 是一个可控范围内的显肿 画出来的那个妆感 就是看整体的话我觉得还不错 没有那种眼妆很明显的 肿的跟两个式子式的那种感觉 这八颗颜色配色我觉得还挺合理 就是色差拉的还是比较开的 然后它这个粉色 我给你讲它特别打动我的一点是什么 像这颗是最深的颜色 我用刷子沾了之后 这个线条虽然我画的不大直流 但是它这个延展性 画了四条就会不会还有颜色呢 我跟你讲就深色的雅光色 特别能看出来一盘眼影 它的那个粉质好坏 如果它延展性不好或者晕染不均 很容易把这一整个眼妆都毁掉了 它这个深色都这么棒 其它的雅光色也很好你知道吧 但是它压盘是有点松的 就是刷子嗓就可能会有点搓粉的感觉 然后像是亮片色 我今天眼睛提亮用的都是它 就是它是那种非常细闪 这个明显一点的 我觉得有点接近于金属珠光色 像这个十号色 我觉得它一个配色 我觉得还挺可爱的 但是它确实会有画肿的风险 就需要你稍微就是 没有那么的新手 就可以控制用量 然后后来就是入了这块九号色 这个就显而易见 就是很好画的那种 低饱和度的裸色系 颜色非常清淡 然后画出来我觉得闭眼画 绝对不会画脏画难看 这两颗亮片色 它都不是那种湿软 比较贴皮肤的 稍微都有点粉感 但是还是比较细的 不会说飞的当时都是嘛 我觉得两颗亮片稍微有点平庸 但是雅光色这几颗 就从配色到它的粉质 都没有任何问题 可能会有的问题 都比如像颜色稍微有点接近 但是有的这几颗颜色 就还是可以就做到 比如有打底 有运染 有加深 就这些颜色的职能 是都可以满足的 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觉得像 我感觉九号这一盘 和3ZE的Smoother 是有点像的 它好像比Smoother 是冷一点点 不是说谁谁的平替啊 我就个人感觉 好像这两盘稍微有点像 九号这一盘的下比 我觉得显得比较高了 这两盘是BVA和这个 卡通人物的联名吗 我都不知道 这是个熊吧 应该是 我买下来的价格是 100块钱差不多吧 其实在韩系的盘位 不算是特别便宜的 但是从它粉质表现上来说 我觉得还不错 没有觉得这个钱花的亏 但是我还是觉得 反正都已经做这个加位 这个壳子可以稍微就是 再有质感一些你知道吗 就这么放在一起 颜色好舒服 真的很好看 韩系的配色 我真的一直很佩服 就实话实说真的很好看 最后总结了啊 就这两盘就是 想要日常好花又实用的话 就是这个9号色 然后这10号色 就是眼睛条件还不错 然后就比较喜欢暖色的 然后或者是你技术还行 就是能控制用量的话 这个10号色 我觉得也挺好看的 菲利菲拉的12色盘的3号色 虽然我喜欢菲利菲拉这个品牌 但是我觉得这一盘是真的 嗯一般般 先夸吧还是 燕氧盘的这个包材 还有它外包装纸盒 我觉得都非常精致 做得很好了 而且这么大一盘 我买下来价格是60多块钱 很便宜的真的 但是咱们往里面的内容物来说 它这次的粉质 我觉得真的很一般 它这个哑光粉质 我觉得没有尺子系列的哑光粉质好 也不用说差到不行吧 反正就是你在画的过程中 只能感觉到 就是它的韵染或者上色之类 就是没有尺子的那个哑光色好用 这三颗亮片色还不错 就是像这两颗比较浅的 它画出来 然后你涂抹均匀的话 就是还比较闪的 然后像这颗就有点像是那种 金属烛光色了 这个就不能大面积用 可能会觉得比较肿 然后再来说它配色的问题啊 这三颗树长条的再压这两颗 反正我画出来就超级肿 你知道吗 不是说像刚才那BBIA的10号色 是那种在可控范围内的肿 像这盘就是我用哑光色 大概画完之后 那个眼皮肿的 感觉都快凸出来了 后边又是狂加了它这个裸色 然后才把那个肿给压下去 po出来之后就是有姐妹说 这三颗会不会它都是腮红色 我觉得也有可能吧 但是反正就是 你买了这一盘粉色盘 但是这一盘粉色又用不上的话 我觉得会挺可惜的 如果是抱着想要一盘 比较豪华的粉色盘的期待来买的话 我觉得这个可能会不太符合你的下质 反正版就这一盘在我看来 就除了它外观还不错 其他地方都不太合我的喜好 Hidden的新版修容盘 这一盘我已经用了有点时间了 我感觉我的实用感应该还挺有参考性的 其实像种多色修容盘最怕就有肺色 但凡有一个用不上 它的性价比实用度就显得很低了 对吧 这三个颜色反正我用下来 我感觉都还挺实用的 最大的这块它还是面颊修容盘 就还是它之前的那个双化粉质地 可以用它配套的这个修容刷直接来上 再给它轻松晕开就行了 或者说你手上有那种 用的比较顺手的那个什么海绵块啊 或者是直接用手都可以 上完的妆感就是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边界 而且没有很明显的粉感 和皮肤质感还蛮像的 中间这颗鼻影色也是那种很清淡很日常的 就属于新手画也不会画脏 然后但是想要做到修饰效果也是可以的 跟你们讲就是不会画鼻影的话 就找一把这种鞋头的刷子 它和这个山根的这个弧度也就特别接近 这两块像是错的 它颜色是没变的 然后它色调我感觉还挺适合亚洲人 不显得 然后反正在我脸上 你看我觉得是没有发红的 就是很自然的色调 这块体量色是变化最大 就相对于旧版 它的颜色就是变低调变柔和了很多 是更接近于自然肤色的 而且有一丢丢不明显的断光感 用这种火苗头的刷子来给它上一下 它对于我来说就蛮适合 你看加在鼻梁 可以离近看 我就是拉到这么近给你们看 对吧 不用那种很突兀的那种风感 我觉得这个高光 它单出一块也会卖得很好 然后你看我是下巴比较短嘛 我喜欢下巴这儿 再稍微来一点体调 咱们看整体效果 就现在做完适用这张脸 都比一开始就是立体很多 很好了 现在就是那种敲咪咪的 整张脸就立起来了 反正这一盘我用的是 大概有两个礼拜吧 我觉得真的很好用 很好上手 它还蛮推荐 就是大家有需求可以试一试 画一下卧蚱吧 BGiA的眼线胶比13号 这个我觉得我就不多说什么 就直接让你们看一下效果了 这两边眼妆是画完了 但是没有画卧蚱阴影嘛 看到吗 这边画了这边没画 超级自然 它画出这个东西 它不是一条线 它画出是一片阴影 你知道吗 太神了 我刚才是画了三道还要四道 就是没有用其他工具 再给它运开之类的 就是直接用这个笔签画出来 就是这个效果 最自然的 我上一次开箱 不是给大家试了 那个自营的卧蚱阴影笔嘛 需要配合羞绒粉之类的 给它运开一下 但是这个直接就 一笔画下去 这个阴影就画完了 我就不需要什么技巧 我都不知道 还能怎么出叫声 就是你画就行了 离境了 看 真的特别自然 而且它不存在 就是有些画出来 妆色就是 镜头上看很好看 然后你自己照镜子 或日常的社交距离 看就是比较夸张 这个画出来效果 就完全可以走出家门 去跟着正常社交 我稍微唠唠一句话 就以我这么多人家化妆经验 你画完之后 就这个笔签 最好在干净的 纸巾上给它蹭蹭 滑了滑了 不然我感觉 它这个表面 接受了太多皮肤油脂 或者粉底之后 可能会被氧坏 后面可能会觉得 笔签变硬 画不出来东西之类的 就是用完之后 记得清理一下 就没事了 还有就是画之前 我建议就是你粉底上 给它上一点散粉 定下来妆 这个都是个人经验之谈 一直搞不明白 我才能怎么画 你试试这个吧 如果这个也都搞不明白的话 那就 3CE的两块新腮红 我用一块新海绵 给大家上吧 就是上个颜色 可能会有点重啊 但是能看出来效果 Mono Pink的这个 我已经用了好几次 我感觉它还蛮好看的 这个颜色就是偏橘一点 就是有点像橡皮粉的感觉 但是橘比粉多一点 或者说是两者表平衡 这个颜色 它其实还是一个 比较日常的颜色 我最近用它来搭一些 就是那种偏裸的眼影 或者是偏橘点眼影 都挺和谐的 就Sunday E这个品牌啊 我就是吐槽它 比安利它的时候多 但是啊 就是有一点 我一直很佩服 就是它家调色是真不错 有点像是脸红的感觉 它不是那种显白的颜色 它是日常的 但是上到脸上之后 它是明显的 不是像那种塞斯皮尤 或者是迷上那种芭蕾系 它是你能看出来 颜色也有气色来说 但是这个很好看 对吧 Delixable这块很火 是粉紫色的 这个我还没有用过 它就是很明显的 那种不日常的粉色 稍微偏一点荧光感 它家这个腮红显色是很好 你看粉饼盒 就是蹭出来颜色 几乎都是一样的 这个颜色 它上出来也是这种牛奶粉的 来对比一下这两边 你们觉得那个更好看了 我感觉 好像这个monopink还是更适合我一些 其实我能理解它为什么火 就是它拍照会很好看 你看现在上镜 感觉这有一块 真的像牛奶粉一样 较滴滴 非常嫩的那种感觉 对它这块是肯定肯定会调皮的 就是你皮肤比较白 涂出来才会好看 monopink这一边 就显得百搭和日常很多 这两块是呀 我觉得粉质还不错 贴的比较近 看它粉感也不是很重 十九度还行吧 就是到晚上的时候 感觉脸上还是有点颜色的 就是大家需求做选择吧 OK现在又是第二天了 我们来继续 接下来就是护肤part 12月份我的护肤线是加入了一些新的伙伴 先从最重量级 然后我有很惊奇的 这个亚蒙水光钻开始 它是有周护理和日护理两种模式 然后这个周护理它是用细分四种模式 清洁保湿 然后这是眼部 还有一个冰肤模式 用它的话就是不需要再额外搭配其他的产品 用你手上有的精华呀水 这些护肤产品就可以了 我觉得真的特别简单 又省事儿适合懒人 像是这个日护理模式 就是每天护肤都是可以用到的 每次只需要三分钟就够 我搭配的是红色蜜蜜 然后调到二导 这会有很明显的电流感的 再加上它这个红光和那个导入功能 如果你早晨连比较水肿的话 用完之后会有那种及时消肿的效果 比直接用手涂抹 护肤品的吸收效果会好很多 做完之后呢 皮肤当下摸起来 就会有种比较水润细腻的感觉 后续上妆也会比较服贴 别看我比较懒 但是它这个周护理模式就全套 我一周大概可以用个一到两次 爱敷面膜的姐妹 可以用它周护理的这个保湿模式 搭配面膜一起使用 能感觉到非常明显的一个电磁吸力 然后那面膜会紧紧的贴在皮肤上 特别服贴 而且我个人感觉就是面膜上的精华 也会吸收的快很多 我跟你讲 我有一个我自己都没有想到 我用的非常多的是 周护理的这个冰敷功能 它这个冰敷模式打开之后 这个头真的就像冰块一样超级冰凉 我自己个人的使用感受来说 就是它这个镇定效果 我感觉真的挺好 就是比你不管它要快很多的 再加上它的冰冰脸上的触感 就紧贴着那个比较红肿 然后你会觉得有点胀胀的那种痘痘 特别爽 真的特别爽 我是从12月初收到这个产品 然后一直是坚持使用到现在了 大概是从第二周到第三周开始 就真的能感觉到皮肤有非常明显的变化 皮肤软嫩透亮很多 就是那个触感 我都特别想把脸伸到屏幕外边 让你们摸一摸 我自己跟我自己对比的话 真的觉得那个皮肤光滑吸引了很多 尤其是素颜的时候 那个光泽感特别好 事实说的话好用就是好用 反正它在我这里就改善肤制的效果 真的挺明显的 但是我还是要说啊 就是买了这些仪器之后 一定要坚持使用 你往那一放它绝对不会改善的 对吧 我觉得这个还真的蛮适合 就是想改善肤制 然后平衡自己油脂的姐妹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它的天猫旗舰店 报我的名字 美之吴 这两个字不要打错了 就可以享受到大额优惠卷 年末节的同价 而且赠品比店铺还优惠哦 修立可RBE抗氧瓶 这个是它的中样吧 应该是我买的这个是15毫升的中样 我在空瓶的那期 其实跟大家说 最近这一两年 我精华都是绿宝瓶吗 就是有点想尝试新的 我自己再做了一阵子功课之后 选了修立可 我跟你讲 做功课的过程真的非常痛苦 经历了漫长的筛选过程 它的功能我理解 都是夜间抗氧化和修复的作用 它的使用说明 也是只建议在晚上使用 我的用法就是在涂绿宝瓶之前 先用它来打个底 它的使用感受 就是我来讲一下 我觉得它还挺好玩的 膏体是这种 几乎没有流动性 挤出来是一条一条 我这个好像实际上有点长 氧化颜色非常深 我看了好多功课 有些是比较淡黄色 也有像我这种比较深的 反正我是拿来当小样来试 所以没有太介意 它的氧化程度 然后再说回它的质地 就是它这个样子 还有它的使用感 我觉得它特别像蜂蜜 就是稍微有点黏黏稠稠的 但是我觉得它不是那种 很油 就像猪油一样 就是脸上半天吸收不了 然后泛光的那种 就是对于干皮来说 我觉得很爽你知道吗 反正是和我后面的精华 面霜之类都没有打价 没有搓紧 就融合的非常好 我这个颜色不是比较深 抹开有点黄吗 就是我是有看到 一些功课底下就问 就是涂完这个脸会被变黄 反正我没有 我就是使用感非常好 就没有过敏 没有刺痛 然后后面也没有长脂肪力之类 没有任何不良的反应 但是你要说就是涂上去 有没有什么神奇的变化 我觉得应该没有这么快吧 我这15毫升都还没有用完 但是目前这个使用感 对我来说就是非常OK 我特别满意 我会回购症状的 再多说一句吧 就是我在做精华功课的时候 有看上他家那个紫米精华 然后待着看一些评论 说那个非常黏 有搓泥之类的 然后我就有点打退堂鼓嘛 不知道这个黏跟紫米精华 那个黏就是相差多少 如果差不多的话 我觉得我可以介绍一下 就是如果有用过这两款的鞋 可以就是回答一下 我这个问题啊 谢谢大家啦 日本多元优效精脆水 我跟你讲 都是我最最本命 最最爱用的自成堂的健敷水 它挺差了 所以我现在就是在找替代品 也不是替代品吧 就是在找其他的 我觉得肤感比较合适的化妆水 我对化妆水的需求 就是没什么需求 好吸收不影响后面的护肤 然后不过敏不刺激 稍微保湿一点 我觉得就可以了 我是前面之后 会涂大量的水在脸和脖子上 它的流动性非常好 就比那种像水一样的液体 就稍微稠那么一点点 但是不黏腻 也不是那种不好吸收的类型 但是我是觉得 它有点吸收太快了 就是像我们现在就是 过暖油比较干 然后自己又是干皮 我希望那化妆水就是 吸收之后脸是稍微再湿污一点 但是它吸收完之后 脸摸起来就这种很干爽的感觉 敷感可能会更适合 就是油皮混油皮 他们会喜欢那种清爽的感觉 但是它本身也不是保湿水 它是抗糖抗氧化的 所以这就是我一个使用感 给大家参考一下 然后再说回 它的那个抗糖抗氧化效果 我觉得这个真的不是 使这么一点能看出来的 再加上我对化妆水 它的这个功能性 我其实没有那么大的期待 就主要还是希望它那个肤感 和使用感更合好喜好一点 这个我用下来 我觉得没有采雷 但是我应该也不会再回购 就是小样不好意思 欧莱雅的小蜜罐的眼霜旧版的 这个是雨昕的虫草眼霜新版的 眼霜我应该也跟大家分享过 就是想要找新的眼霜嘛 先是欧莱雅这个小蜜罐 其实我对欧莱雅这个品牌 是有一点信赖感 人家毕竟是航空母线 底下这种高端产线那么多 你看它这个膏体也是没什么流动性 我看延展性是非常好 不是那种很难推开 比较厚重 然后又比较泛油光的那种 我感觉它还是比较相对清爽 又滋润的质地 前几次试用的时候 其实是有点刺痛感 但是没有起疹子 也没有泛红 间隔了几天又试了几次 然后那个刺痛感就直接消失了 就现在用下来就完全没有问题了 使用感我觉得还挺合我的喜好 就是不是那种会忽眼的 睁不开 然后眼前一片模糊的那种 非常非常油润的 然后又足够滋润 和我后面的面霜什么 也没有很明显的搓泥感 保湿感我是有感受得到 很明显 就是早晨摸的眼下这一块 它也不干 因为保湿它比较够 我感觉眼下的细纹 好像也是有所缓解 对 反正眼霜这个东西 真的有坚持用 坚持用的是多数是会有效果的 就你就想就是 护手霜你坚持涂的话 手上都会细软很多 何况这种功能性的护肤品 对吧 它这个我是考虑会回购正装的 但是有特别搞笑的事 你知道吗 就是它不是现在出新一代 小蜜罐的眼霜吗 我以为我买的是新一代的 结果就是要回购正装 就是给人家看的时候 人家是我这身旧版的 然后我现在又陷入新的纠结当中 就有点想试着新版的 所以我开始准备 买它新版的小蜜 再重新试一遍 这就是我的人生 与其这个眼霜 刚收到没几天 我用了也就两次 所以使用感 就是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后续我觉得好用的话 再跟大家分享 它这个新眼霜 我在首页上 还有各种开屏 它最近天天看到 就是有点风太大了 就试了一下 它比较戳我的宣传点什么 就是那个21%的 菠色阴溶液 21% 就这个浓度听起来 就感觉这罐 全都是好东西的感觉 它家的护肤品 我感觉一直都是 有比较浓的那个中草药味 但是那个味道我不反感 我觉得还不错 尤其是像妈妈 她们很喜欢那种味道 它挤出来这个膏体 是一种偏粉的 推开的话延展性也是不错的 我觉得它是比那个小蜜罐 是稍微厚重一点 土开是有一点就是 白白的感觉 就需要按摩一会儿 才能吸收 然后也是比较厚重的 反正就是这两次使用下来 我没有不适的感觉 就没有疼痛的感觉 跟后边的那个面霜 也没有很严重的搓紧 使用感还不错 没有踩雷的地方 但是我觉得它稍微 脸太稠了你知道吗 我觉得前面是那个小蜜罐 它那个浓稠度 对于我来说就是刚刚好的 这个就是稍微脸太稠了 这个就后面再看吧 如果就是这整支都适用下来 我觉得效果之类的 还不错的话 再跟大家再来说 我觉得我真的好扣 就是拿小样 跟大家分享 应该不是特别多 我大家真的可以参考一下 换新的护肤品 什么彩妆之类 如果能找到小样的话 先试一试 真的少花很多冤枉钱对吧 都尊的石榴精粹洗面奶 买它的原因真的显而易见吧 就是好看 我在转身室逛的时候 就是它在那一盘洗面奶里面 真的颜值显得非常高 我很久没有用这种液体洗面奶 一直都在用那种泡沫的 第一次用它的时候 就哗哗哗挤挤了一大坨出来 然后搓出那个泡沫 半天都冲不定了 用的话就真的挤一小坨就足够了 不要挤太多 搓出来那个泡沫 不是那种非常大颗 就像那个泡沫洁面一样 就是很多的那种泡沫 是非常细腻 非常薄的那么一层泡沫 搓开的时候有点滑的这个感觉 我当时心里一惊 我再想不会是那种 会有很搓盘子的那种感觉吧 但是穿完水之后还行 没有那种感觉 就穿完之后脸摸起来 没有非常紧绷 非常刺痛的感觉 然后洗的也挺干净的 它这个味道还真的就说到说到 有点像是发酵的石榴味 就稍微沾一点那种 米酒的那种酸酸的感觉 不难闻 而且也不是那种非常工业的 反正真的就多分 他们家这个包装设计 真的就是狠狠地垂在我的喜好上 我觉得还不错 可以试一试 来这一部分的BGM就该换了 好了 最后是一点年货 你们也知道我是一时赶惯 我从12月中旬开始 就开始慢慢挑年货了 主要就是装饰品吧 就是如果大家有这个需求 就尽量早下手 我个人经验来说 就是每年到春节前的 那个半个月 就好多那种厂家 可能就不发货了 先说第一个 这个是那种戳戳乐 这个是我自己做的 当然是买人家材料包做的 这个是有华商店他们家 就是他家去的 那个戳戳乐我就有点看上 但是下手太晚了 就是到年底前早就卖没了 然后今年咱提早下手 现在咱们就已经完成了 它的难易程度就怎么说 我是第一次接受 刚开始戳的时候 确实挺烂 戳了大概就是半张脸这个面积 之后就逐渐掌握技巧 就拆了重新来 然后就是大概是现在这个效果 我觉得还是挺简单好上手的 这个代表还蛮合适 有点像是贴在防盗门上 那个福字的那个大小 就感受一下 但是这么好看的东西 我是绝对不舍得挂在门外面的 我把它贴到冰箱上了 就是有一讲就是 沾点红沾点喜庆这种颜色 真的特别有节日氛围 大家过年的时候 我想搞点像这种DIY的 那种家装的装饰 或者是送给亲戚朋友 什么姐妹之类的 我觉得这玩意还挺合适的 而且我把戳他的头 其实是拍下来的 是打算减期 就比如像什么年底前 最后俩礼拜之类的 这种Vlog出来的 结果就 我会剪出来 真的素材都在 然后是这个一对联 这个比这个春春画还早 就大概是12月初我就买好了 去年真的太惨痛 去年一直突突突突突 拖到就是快大年三十了 才想起来没有买春联 哪还能买呀 所以今年咱一定要提早下手 它这两个还不错 然后你看就这个圆画设计 真的超可爱 一个小老虎 但是它一个大小 就是比较小啊 就是你可以感受一下 就和我头差不多大 跟脸是比较短 上脸下脸 不过我觉得够了我们家防导门 本来也没多大 我对还买了一个配套的东西 就是磁吸吸贴 就我们家防导门 它表面是这种磨砂的感觉 就是去年拿那个胶带贴的时 它老是开 我们想今年就拿那种磁吸 磁铁贴上去算了 如果大家有相同的困难 然后可以试一下 然后第三个东西 我得去抓一下演员 好吧 哎呦 哎呦 快快看镜头笑一个 来给姨姨们拜个年 看这个小微博 是这种手工编织的 我觉得质量上超好 我这帽子其实是一套的 但是我给它戴不上 所以我就自己戴了 哎 行了 已经够给我面子了 放它下去了 这个小Razor真的太可爱了 就是它做工我觉得超好 我跟你讲 我织过一些小鞋子之后 我就对这种手工制品 充满了敬意 了不起 真的 我觉得这种东西 它应该卖个百八十才够 你看超可爱 我跟你讲 就是咱们传统这种 中国红真的太好看了 我觉得过年的时候 就看着这种配色 就是心情就洋溢起来 根本坐不住 想过年好玩 什么干活 家里有毛孩子的话 可以考一下这种小博套 很可爱 我们家是小班 是大概十一斤 然后给他买的是M号 就刚刚好 就没卡活子 对 就是这样 其实我还在继续看一下 装饰枪那种发光的 那种挂饰之类的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 我是真的很喜欢 在节日时稍微装饰一下 就大家总是说 年丸越来越淡了什么的 就是我觉得你越觉得淡 然后越不去做这些 比较有仪式感的事 或者让自己参与进来的话 那不就是更淡了吗 对吧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 这个小帽子还挺可爱的 我给它常注 不要不然 这个颅顶多高啊 哇 这些真的有时录到后面 越说越兴奋 如果大家喜欢这些内容的话 欢迎点赞收到加关注 我是小喵 我们下期见